如果一个女人总是用这三种方式对待你,果断放手吧 感情这种事情,谁先爱上谁就注定先输 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先爱上的那个人付出更多 总是后放手的那个人伤得更深 世界上的爱情几乎没有所谓的唯一 任何一个女人,她可以不爱你,但是没有权利耽误你 所以如果一个女人总是用这三种方式对待你 说明你在她的心里并不重要,还是果断脸放手吧 一,和你聊天总是很敷衍 如果一个女人对你总是很冷淡 经常是你说的十句,她回一句 无论你说的话题再好笑,再新鲜 她都对你表现出没有兴趣,很忙的样子 有时候明明有空发朋友圈,却说在忙 有时候明明在玩手机,却从不及时回复你的消息 心里有你的女人,一定会对你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 会认真地陪你聊天,而不会把你的聊天当成是骚扰 把你再有趣的话题都当成是很无聊 二,总是对你使用语言暴力 不管一个女人再有个性,在遇到她心上人之后 都会变得温柔善良 哪怕是伪装,也会在她面前表现出最美好的一面 如果你喜欢的那个姑娘,除了对你说脏话之外 经常用各种刻薄的语言来打击你,刺激你 男人千万不要以为她这是在考验你 她就是在嫌弃你 女人的心思更敏感 但凡她的心里有你,就一定会敏感地去考虑你的感受 不会说出你伤心,贬低,嘲笑你的话 总是这样对你的女人,是你追不到的,也是不会爱你的女人 三,从来都不会主动地倒你 在爱情里,男人的确是需要主动一点 但是男人的主动也要有一个限度 爱情就像一个进度条 男人可以跑99%,但女人不能连1%的主动都没有 你主动地追求了一个月,甚至几个月 女人仍旧是不冷不热,不为所动 那就意味着在女人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 无论你再怎么努力,也走不进她的心里的 一个女人如果从来不会主动地给你打电话,发信息 主动地约你一回,就肯定没用真心对你 男人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果断放手吧 大家快点ìn一次 明天那么多 EMB 留意 in 感谢观看